第七个要点 处理生命的负面力量和伤害 这个要点不会讲完 因为这个很多 处理生命中各样的负面力量和伤害 包括负面情绪 负面思想 负面潜意识 负面性格的问题 首先是负面思想 处理负面思想的经文 这里有很多经文 我们不会逐个解释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经文帮助我们正面思维 有很多人习惯负面思维 经常说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神也不帮我 没用的 这些思维很多人都有 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有正面思维 就是努苦担送难 要耶稣可以得到安息 耶稣是慈人安息的 我们坦言无句来到私人宝座面前 得连述蒙恩惠作 随时的帮助 随时可以来到神安得帮助 祂一定帮我们的 我们要学 如何亲近神的得力 第三 第三 神在我前后环绕我 整天和我一起 所以我亲近祂有平安喜乐 这些经文 我希望大家可以念一些 或者记得的观念 就整天都会平安喜乐 苦人应是不忘记她 吃礼应是不练习她所生的 即是有忘记 神也不会忘记我们 所以耶稣现在想着我们 很想祝福我们 祂知道我们的困难 祂很想帮我们 这个就是这个经文 由西方的书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麦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祂很喜欢我们 尤其当我们亲近祂 祂很喜欢很欢喜 所以我亲近祂 祂一定会开心 这个互动的土共 我希望大家经常会形容 一起床 一亲近神 耶稣就欢喜 多谢主 我要开心 比特前孙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即是我们是非常之宝贵 很宝贵的身份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然后神简选世上愚绝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有时我们的IQ未必及人 我们的能力未必及人 但是神可以叫一个IQ不高的人 祂的生命可以胜过一个IQ高的人 一个愿弱的人 神可以使用祂去祝福很多人 先求神的国和意义 这一切就会给我们了 神所定的日子 我们上面到的日子 已经写在策上 已经有奇妙的计划 神已经写在这里了 天怎样高过地 神的道路和祂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跟从神的路是最好的 有爺说帮助我 我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基督呢 欲骂我们人的欲骂 都落在基督的身上 即是耶稣被人骂 我们骂人家骂的时候 其实他在骂耶稣 耶稣都受光了 所以我们 人家骂我 其实耶稣受光了 我不用受落的 我将耶稣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就不知遥动 因此我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他人就轻轻松松了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这些是帮我们正面思想 这些经文我经常都在心中 求你使我早早饱得你的池 他很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即是一生一世 整天都饱满 吃满了神的爱 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整天都开心的 是可以做得到的 以耶稣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池给你 神答应了 以神为乐 神是我欢喜的来源 神为爱祂的人 预备你 想都会想不到的恩典 因为祂专心爱我 我就要将祂放在高处 我要使祂成为尊贵 爱神的人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这些是在本书里面 在耶稣写在这里 我靠着佬家给我们 量凡事都能做 什么都做得到 靠着耶稣 凡事都可以得胜 哪个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粮水吸了 这少至你一个喝 这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求于管家 要祂的忠心 我忠心 我就可以放心 我忠心 神就欢喜了 我就开心了 好了 性过负面思想和情绪也同样 性过负面思想和情绪也同样 留意到自己的负面思想 譬如说 我真是笨 我真是懒 我真是没用 我什么都做不到 做功课也做不到 我什么都不成功的 这些有亲这些的意念 我就告诉自己 做到的 做到的 靠着耶稣一定做到的 就是 尝试 尝试都不重要的 大家留意到了 接着 他的破坏性 破坏性 圣经教我们怎么做呢 靠着耶稣一定凡事都能做的 然后祈祷得力 和求主赦免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顺服 以上负面思想那里 很多人来说 他是没有留意 没有留意 整天都会说 哎 这个世界真的不好 这个世界是不好的 不过他就很悲观 哎 人工都不好 上哪一份工都不好 做人真是难 也很多人有这种思想 是什么呢 不如早点去天堂 耶稣快点接我 那我就不用在这个世界 那么辛苦了 这些思想在里面 是会对我们有很大的破坏性 那我们就 求主帮我们 深信什么 我是很宝贵 很重要 在神的计划之中 其实我们成为 到底我们成为一口小钉 因为一条支柱 是在乎我们怎么选择的 我们个个都可以成为 神的家的一条支柱 不是一口小钉 是一条支柱 就是我们选择 如何给神用 当我们深信的时候 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OK 负面情绪 首先情绪是警号灯来的 情绪不是一定错的 有些人以为情绪一定是不好 不是一定的 譬如说 你见到财佬 你当然会害怕 什么跑 就令你跑 他有个作用 你怕你特别跑得快 你怕你特别跑得快 当你真的知道 那个财佬追你的时候 他有把刀在那里灯 你一直跑的时候 你会超快 因为你怕的时候 你会很快 很快 他是有他的作用 譬如说 有个人伤害我们 我们会受伤 是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处理的 情绪本身是有作用的 不过问题是 我们结果是 后来怎么处理的 我想说说 在下一个课程有说的 就是有一个最原始的 有建设性的情绪 譬如说 有财佬来追 我会害怕 被人受伤害 我会受伤害 于是 便会想去找方法处理 这个是一个 或者譬如说 一天趕着做 会急 不过急 有时未必是好的 可能急做得乱了 好了 每一种情况 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第一个反应 这个是好的 是会推动我们去行动 但是我们往往 就会有一些 负面的其他情绪走出来 譬如怎么样 被贼佬追 就加上内疚 都是我坏 我不应该来这条街 这条街这么多贼佬 黑蚂蚂 我怎么走这条街 就加上内疚 很多时候都会 譬如被人骂 哎呀 我明知这个人容易骂人 我为什么跟他说这些东西 那就一定被人骂 就是 本来受伤害是一个 主要的情绪反应 但我们往往就会加上 一些其他负面的 情绪反应 而那些 有时的破坏性更加大 譬如这样 被人伤害 正常觉得伤害 就会找方法处理 但很多人就会怎么办呢 就会放弃 放弃 放弃 就是其他负面的反应 放弃 自责 人生没有盼望 这些就是 变成为 破坏性的情绪 有六个基本的情绪 希望大家记得 用英文容易记得些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还有guilty 就是 开心 忧愁 忧虑 憤怒 惧怕 羞愧 内疚 受伤害 这些只是一些方法 让我们记得不同情绪的类别 好了 魔鬼可以用不同方法攻击我们 其中包括情绪 情绪可以带来 带来破坏 很多基督徒因为罪和负面情绪 就拦阻了神的恩典 因为很多基督徒 都是常常不开心 其实 很多人找我 我发觉都是情绪 是很主要的问题 引致他的生命 不能够发挥 婚姻又破坏 工作又破坏 人際关系又不好 事奉又不好 各方面都有困难 情绪都带来痛症 身体有很多毛病 还有很多皮肤病 也都是情绪 有情绪的人 他特别多这些问题 亦都是会身体 我们情绪不好 就不会产生这些抗病的细胞 其中一个是这个T细胞 是食癌症细胞 就会产生不够 还有睡觉不好 希望大家习惯早睡 不要一直摸 有时人们不开心 在手機上看,看一看 看完一個,看完一個,又彈到另一個 一邊看,一直看下去,經常追求一些刺激 以致睡覺睡不著 身體免疫藥也會有不同的問題 而香港人有九成... 對不起,一成... 說錯了,一成就有九大徵狀 即是有不同的徵狀,我們不詳細講了 而很重要的處理情緒就是信念影響情緒 有些人信念是什麼? 沒有人喜歡我的 那些人都是不喜歡我 因為有些人對他做的事 沒有看他,他就馬上不開心 他現在就不喜歡我 我們的信念,即是覺得我做不到事情 當他有些事情要做的時候 立即他就會不開心 這個管理情緒的ABC觀念 A就是activating event 有件事引致情緒反應 B就是believe C就是consequence 我們情緒上的後果 即是說,我用一個例子 兩個老人家都有病 那個activating event就是病 有一個信念就是 他就說,我快點見耶穌了 我們快點見耶穌了 有一個人很喜歡見耶穌 醫生說,你現在有個病 都挺嚴重的 我快點見耶穌了 沒問題了 我都這麼大年紀了 我接受到 他就會很平安 有另一個老人家 他說,我這麼多年 又侍奉神,又做這麼多事情 現在又有病 神都是對我不好的 他的信念不同 他的情緒就會好不好 或者我都是做得不夠好 所以神現在罰我 他又會好不好 所以處理情緒 第一就是 將我們的思想調教回正確的 不要多加內疚給自己 碎能、空高、神的簡算 思想改變 我們才可以改變到情緒 有些人經常說自己沒有用 我們要深信我是有用的 我今天做了少許事 有用的 我可以開心的 我幫到人少許 我可以開心的 我今天有處理生命 我有讚美神有開心 我已經可以感謝神的 這就是處理情緒 由思想開始 我稍後再繼續 怎樣去到情緒的部分 怎樣去 繼續處理 我們現在少許休息的時間 大家知道 原來思想改變 就是可以改變情緒 大家想一想 我也希望大家有些回應 有些什麼思想在裡面影響著你 怎樣可以改變這些思想呢? 如果你有的話 你可以提出 等一下我可以回應 剛剛講到這個ABC 情緒管理的方法 譬如用這個經文 詩篇118篇第6節 有耶和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派人能犯 我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經文 顯示出這個理論 這個理論是一個心理學的理論 但這個理論其實是 聖經都是支持的 也可以說 他講出一個聖經的真理 A 有人害我 相信神會幫我 我必不懼怕 就是這個ABC 當有人害一個人 譬如我們自己被人害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說 唉呀 我真的慘了 唉 人人都害我的 唉 我真的好不行 有些人 他總是注目在那些人對他害 他就整天都會不開心 但是他說 有耶和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我就不用怕了 神會給我 其實我在我人生中 不同的時間 都有不同的人 有的傷害 但是我就決意不受他影響 因為我深信神會給我 我就不受影響了 我心裡 就能夠不介意那些人所做 這個另一個 就是自發的負面情緒 詩篇77篇 是一篇很特別的詩篇 這篇詩篇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這篇詩篇講到什麼呢 就是這個人他煩躁不安 他祈禱都不得力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 我沉淫悲傷心便發昏 第十節 我便說 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 他一直由第三節到第九節 都說到他一直很困難 然後他最後就說 這是我反思神的作為 我就看得出是我的懦弱 即是自己會自動煩惱 我們人有時候會這樣 我也會這樣 自己會不開心 我相信每人都有這樣的時候 錯誤的信念 我沒有用 我沒有助 接著就煩惱 沮喪 由我堅持 信神仍然愛我 就逐步提升情緒 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 今天又不開心了 真是慘了 怎麼辦 又沒有人陪我 沒有人喜歡跟我聊天 有些人經常都在這種徘徊的狀態 所以亦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學到 其中一件事我們處理 就是不要吃垃圾 但另一件事就是 學到怎樣從神得力 親近神有喜樂平安 還有正面的思維 聖經的正面思維 所有負面的思維 我們知道它是破壞性的 我們便選擇不去想它 選擇呢 因為人們可以選擇想不同的事情 譬如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想 我們可以選擇想 那些家人不好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總有一些家人 不是那麼好 你肯定想它 很辛苦 你可以選擇上班那些不好的事情 又是會不開心的 選擇想自己的失敗 又是不開心的 好了 但我們另外 我都有進步 我有信耶穌 我有改變 有人善待我 我們其實可以選擇去想什麼 我有計劃去提升 真的有提升 這些我們便可以有正面的思維 只是我們給大家看的經文 就是會幫助大家 經常有正面的思維 就是ABC的情緒管理 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另一個經文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黃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有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啪 圈中絕了羊 絕了羊 棚內有木有牛 然而我要恩耶華歡恩 恩救我的神喜樂 就是說 就算什麼事都失敗 什麼事都不好 我都要因為救我的神而喜樂 因為神是會給我的 神會祝福我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便選擇 選擇平安喜樂 其實很多事情 在很多基督徒來說 都可以勝過 但情緒是很困難的 情緒為什麼困難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 它自己會出來 人是不會自己開心的 通常 你不會突然很開心 是有一個原因才開心的 但不開心是不需要原因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些 你不需要原因 可以自己就不知為什麼不開心 自己悶悶不樂 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不是我是免疫的 我也是一樣 我是需要親近神和處理我 才能夠有喜樂的 那我就發覺 我用一個形容詞 比較 一個情況比較 大家如果懂得開車 大家知道有棍波和自動波 我解釋一下什麼叫棍波 棍波要踩一個clutch 將那個gear 即這個波釋放出來 然後轉去一波 踩油 還沒有踩 放一個clutch 放到那個clutch 差不多入檔的時候 差不多入檔的時候 接著要踩油 否則它會死火 不容易的 但是自動波 我告訴你 這裡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開 它有兩個按鈕 一個就是brake 一個就是踩油 不過你不要踩錯 只要你放了一個handbrake 你的車去了drive 你不用踩油的車 就會開始動 你一踩油它便會走 有問題是 你怎樣令軚盤 讓它不要撞車 所以令車動 在自動波是很容易的 那我就形容 我們這些犯罪意念是自動波的 譬如有人踢你一腳 你是不是立刻祝福他呢 特意踢你一腳 走過 一腳踢到你那裏 第一 你這麼壞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 立刻第一個反應 很想罵他 很想發脾氣 這個人的自動波 當事情不順利 走過某一處 忽然間跌到坑那裏 或者錢跌到一個洞 撿不回 或者明明的車 以為上了車 怎樣車走了 我們總有這些事發生 或者被人罵完一陣 自然反應 通常都一定是自動波 是不開心的 沒有人的自動波是開心的 那你怎樣去開心呢 是一定要棍波 我要刻意選擇 相信聖經的說話 我刻意親印神 我刻意放下負面情緒 不被人影響 我刻意選擇 喜樂 但也不喜樂 還要讚美神 一直讚美到自己喜樂為止 所以在很多人來說 覺得很難 如果我們一信耶穌 立刻上天堂 我們每個人都會很喜歡 什麼困難都不用了 但的確我們信耶穌之後 這個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困難 所以我們的情緒 依然在影響我們 而我們的情緒影響有什麼後果呢 我們就不能夠活出神的計劃 如果我在情緒之中 我就會沒有那麼大動力去寫那麼多材料 去教人 上網去幫人 我沒有那麼大的動力 但因為我選擇 我不讓情緒影響 我選擇感激神 讚美神 愛神 這樣的時候 我真的能夠活在喜樂之中 天天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就是我天天選擇 譬如我直播去非洲 也最近遇到不同的困難 什麼困難呢 有些牧師染了非典肺炎 是的 有牧師死了 有些政府抓了他 因為他犯了限聚令 教會有聚會 抓了他 就說你不給多少錢 就要坐牢坐半年 這些情況我都一定要幫 我們變成幫助一些這樣的情況 亦都看到他們受影響 他們的經濟亦都受影響 人們就會想一些 哎呀 想幫他們 為何搞到這麼困難呢 但我自己總是用正面看 我說總有些人在做功課 他們都在學 有些人真的肯做 我說感謝神 雖然有些是會冷待 各樣的問題都有 我就選擇 怎樣去建立那些人 而不是選擇用一個 說他們 批判他們 而是一個正面的心態 這就是我自己選擇 不給情緒影響 如果我給情緒影響 就會 唉 懶惰了 不做了 放手了 我已經足夠了年紀了 但是我自己就說 我還有可以很多發揮的地方 神會繼續使用我的 我這樣選擇的時候 我就天天在喜樂 如果我天天不開心 我遲早想停 但我真的是 喜樂之中生活 但這個喜樂不是自動的 我一起床 我就讚美神 多謝天父 感激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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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幫到一個人 我又開心 當我看到人有困難 我只是去幫助他 不放在心上 所以希望大家 都有這種正面的心態 分辨和處理負面情緒的根源 多謝天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